汇丰将在下星期一公布第三季度的业绩 上星期美国大型银行公布的季绩有惊喜 例如花旗受为11亿6千万美元的回撥 带动第三季经调整每股盈余有2.15美元 高过市场预期的1.71美元 市场看法上花旗早前发表报告 说汇丰至2022年上半年 预料有进一步撥被回撥的空间 支持公司的盈利增长 摩根大通预期汇丰的股价在短期内 将会跑赢大市 因为预期主要是市场憧憬 他们会在第三季的业绩上 或是会公布股份回购计划 花旗更加估计 汇丰大约有30亿美元的资本盈余 预料有机会公布第三季业绩的时候 宣布回购股份计划 瑞银也同样预料 汇丰在公布第三季业绩的时候 将有20亿美元的回购计划 策略上 读者不妨以汇丰今天开市的价格 就是吸纳第一注 如果汇丰股价有机会回到44元以下 就可以加多两倍注码去买入第二注 初步目标就是看50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